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只有困惑可以看视频 左上门资讯我们或者是私信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手型来看 掌面厚重饱满 手指也是非常的挑打 所以说是典型的土形掌 土长人稳重传统 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富有探索精神 并且做事也是为人处事 也是重信欲讲强信 偏传统的一种手型 土人比较富有探索精神 是典型的一种石干家的手上 但是从长色来看 有一些气血凝滞 气血不通气韵就难通 韵势相对来讲 阻碍会多一些 特别是青筋比较明显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那么手指来看的话 小指明显有一些偏短一些 小指偏短跟子女缘分稍浅 那么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 后面我们在纹路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从其他手指的形态来看的话 无名指的状态是不错 无名指修长 这个代表配偶和另外一半 说明是一个传统顾家的人 那么这也是符合 土长人的一种特质 比较稳重传统 四指也是严丝合缝 能守财之进退 这也是符合土长人的特质 比较稳重 能够守财 棺材守财 我们来看这个长秋和纹度 就来看金青秋不弱 金青秋还是比较饱满的 只是有一些青筋 再加上长色 红一块紫一块 这个是有一些气血不通 气血凝滞 气韵就难通 所以说体质方面 还是需要多注意 肝胆方面疾病的困扰 同时金青秋本体不弱的话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体质还算可以 只是说要注意这方面疾病的困扰 近期的状态 还是有一些不佳 长色没有养好 户口火星秋 第一火星秋 饱满并且搬有决定线 这是代表面对一些困难的 能够迎难而上 并且勇于在团队当中表现自己 所以很容易脱颖而出 并且搬有决定线 面对一些职场 或者是事业当中的一些人生抉择的时候 决断力不弱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月球饱满 月球饱满的人 想象力丰富 那么注重精神生活 同时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是非常的强 不太适合这种没守成规的这种工作 比较适合有创意的 有挑战的工作 包括刚才讲到的勇气十足 户口火星秋饱满 第二火星秋也是比较饱满的 这个地方代表道德感和正义感比较强 宁可是自己多付出一些努力 也不愿意为了一些迎头小利 见走偏锋 这个走偏门 所以说是比较传统的 正派的一种首相特点 水晶秋不是很强 这个沟通能力和技巧 这个还是比较注重精神生活 比较想象力 这个内心世界比较丰富 口头表达方面一般 但是也不弱 那么食指根部 也是传统首相当中的 训工正才卫 此处见杂文干扰 那么正才卫见杂文干扰的话 就说明本职工作 正才 包括他的老本行 有一些建一些动荡和起伏 从事业线的一些断续 和一些杂文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这是掌秋 我们来看文路 文路来看是三大主线格局开阔 是典型的川长的格局 川长最好是搭配一个比较饱满的金星秋 那么原主也是如此 金星秋还是比较饱满 因为川长人比较敢闯敢干 爱闯荡的一种个性 所以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来支撑 并且有一个好的体制 也能够把川长的威力发挥出来 川长人是一个优缺点都比较明显的一种首相特点 优点就是格局开阔 敢闯敢干 有胆势有魄力 独立能力强 利于事业闯荡 缺点就是有一些形式不太注重细节 有的时候容易仓促行事犯错误 那么同时川长人在年少的时候 有一些叛逆 有些胆大任性 这是川长人的一个整体的特点 是整体来讲是利于事业和职场 那么在姻缘感情方面是见一些动荡 川长人本身是一种大开大合格局开阔 这种个性的话 也容易在财运方面有一些起伏 我们分别从流年来看一下文路 首先收明显初期 还是见一些浅淡和杂温的干扰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 出现一些横温和导温 那么横温和导温 是容易影响到自身的血液 那么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20岁左右 20到22岁左右 基本上生命线就恢复常态 少了一些导温和杂温的干扰 后面一直在延续的 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早年运势还是一般 并且早年还是见一些横温的干扰 家庭的助力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段时间 基本上受到学业的影响 导温和身体素质方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偏弱的情况 但是刚才讲到的20到22岁左右 基本上生命线是变得越加的出身 体质增强运势也会提升 出入社会的时候建一些动荡 但是很快的就能够适应职场和社会的环境 那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从生命线后期来看的话 我们注意到 从事业线的形态来看 可以看到 他的事业线还是从生命线延伸出来 并且还有一些富的事业线 一直往终止土星球方向走 所以说圈长人是一个爱闯荡的个性 在事业方面有多方面的选择 他会不断的去试错 那么当然试错的机会 也伴随着一些坎坷和磨难 阻碍和比较多 但是也可以看到他的政裁有一些不稳定 但是最终我们说 圈长的威力能不能发挥出来 也要看他的一种 一个是事业心 到后期的话 事业线有些浅淡的 后劲有一些不足 所以还是要增强事业心 他试错的机会还是有 有很多 很多条的事业线 富事业线都往终止土星球方向走 但是没有成形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力和坚持力 要提升一些 那么做一些事情 有一些虎头蛇尾 或者是做事容易仓促行事 不太计较细节 所以说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 如果是说找到一个突破点 加以坚持和耐心的话 恒心有毅力的话 那么事业会终有所成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那么具体从流年看 我们注意到在基本上35岁到38岁之后 生命显变得尤其的深刻 并且我们说从流年看 基本上到了50岁左右 有一条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也是事业线的主体 同时也代表该阶段的运势的提升 所以这个阶段 基本上38到50岁左右 这个是人生的强运阶段 这个阶段把握好机会的话 就能够有所成 并且这个也是一种晚成 偏晚成的一种首相格局 那么关于在感情方面 我们注意到在感情线 前期还是杂纹干扰比较多 并且有一些小这种长行的导温干扰 那么感情方面也是一种 先苦后填的一种命局 青年时期 基本上在35岁之前 偏缘干扰比较多 感情难稳定 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一种状态 那么后期的感情线 还是慢慢的收心收拢了 那么基本上进入家庭 沉淀一段时间的话 能够有稳定的感情生活 这是感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财运方面 财运方面还是建一些断序 我们说村长人 是一种大开大合的个性 比较喜欢爱闯荡 或者是比较容易 在各个行业去转换 或者是说 比较喜欢这种 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 在财运方面也会 是好是坏 但是他试错的机会比较多 面对的一些机会也是比较多 相对来讲 在事业方面 有一些更多的 不像一些 待在一个行业沉淀几十年 最终还没有走出来 最终他相对机会少一点 但是村长人 他是不断的去视作 不断的改变方向 所以说在事业和财运方面 的机会还是比较多 所以说财运是时好时坏 但是我们说需要 在对于村长人来讲的话 有种大开大合的个性 所以在财运方面它有一些容易漏财的一种特点 所以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财运 才能够催旺财运 这个是需要补充财库 到了生文献晚期 到后期的话 我们注意到在 基本上65岁左右 连续出现两个导温 这个是晚年一个疾病的一种困扰的信号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提前预防 那么过了这个坎之后 生文献尾端慢慢的变得伸长 那么到从流年坎 基本上75岁左右 又建一个坎 建三角纹 那么三角纹也是一种疾病的困扰 在过了这个坎之后 生文献尾端绕手 晚年可想高手 这是晚年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运势 我们注意到在生文献 还是有旅行文 旅行文是代表在外 闯荡发展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这也是符合村长人的一种特性 在外成家立业都比较适合 不太适合待在老家发展 这是旅行文带来的意义 好了 整体的一个手段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困惑 可以看视频 就让我们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